欢迎回到新闻现场 再来到带您关心到 苗栗市大平顶地区有一家正在整修的工厂 发生了公安意外 两名工人本来在鹰架上施工 大约三楼高的鹰架突然间倒塌 导致了一名肖姓男子衰落地面 当场失去生命迹象 而另外一名王姓男子身体则是有多处的擦错伤 救护车赶紧公安意外地点 发现37岁肖姓男子已经失去呼吸心跳 赶紧一边急救一边把人抬上救护车 另外还有一名22岁王姓男子 头部和手部有多处擦错伤 两人都被送往医院救治 一起工作的同事说 当时原本有两名工人在鹰架上工作 不知道为何鹰架突然倒塌 两人从二楼摔落至地面 大家健壮立刻帮忙救人 并且通报119 附近居民说这一处工地 原本是一家电子工厂 最近开始整修施工 但不知道要转型做什么厂房 工人也表示施工时间 都要做好安全围离防护 鹰架为何会突然倾倒 警方还要进一步调查 记者庄新杰苗栗报道